欢迎收听世界作与大话 哈喽大家好 我是莫俊的专属主持人 我是廖小白 在这个疫情期间 你有没有继续保持你的运动习惯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时尚妈咪 Nail 哈喽大家好 为什么我们今天是邀请Nail呢 因为Nail今年有一个大目标 就是要挑战三铁 不管是跑步 还有脚踏车 游泳也在他的一个新的课标里面 但是遇到疫情 你怎么样子去改变你的一个运动习惯啊 Indoor Outdoor 其实要很多的一个磨合 先来讲 最近要如何训练这三个铁 对 脚踏车我觉得还好 没什么问题 对就是一个人骑车就出去嘛 但是现在最困难是要戴着口罩骑哦 就刚好可以训练啊 强度拉伸啊 对啊强度拉伸 而且你在那个转速是要达到就是可以完成三铁的转速 其实蛮快的 所以我真的是我那个戴上口罩当人训练 怎么就差点要断气 不过这个也是可以就是加加强就是我们平常在呼吸 但是还是建议这件事情如果要做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除非等一下你跟我一样就是每天都在运动 对听到了没有每天都在运动 所以你即便是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去健身法 然后也说实在的户外很多的运动场所也都关了 你还是持续保持运动习惯吗 在家 对应该是说持续运动习惯它就是已经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对就像吃东西一样 可是在家很多都受限啊 对很多都受限 所以呢我家里面就是有一些粒粒扣扣小东西 但是我只买用得到的东西 只买用得到的一个器材好不好 这个防疫期间其实大家知道要把防疫做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大家一直都不敢去面对的 就是你胖了多少 或者是你松了多少 妈呀 对不要以为体重没有变你就是瘦哦 不是不是 肉松就算体重不变你穿上紧身牛仔裤你套上那衣 骗不了人完全骗不了你那个肉这样一圈一圈的你会发现奇怪 我明明就是也没有吃很多怎么还是看起来就是 你有一个部分失衡运动 运动失衡了运动量不够了 所以你自己怎么样去补足这个部分 因为第一个你其实少了一大块就是你去健身房运动的时间跟强度 即便是在家你有运动那你怎么样去补足说你每天该有的消耗的一个区块或者是不动我身体就是整个人都觉得不对劲的部分 好我先跟大家说说明一下就是平常就是之前疫情之前其实我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有看过我脸书的人都知道我其实很常去健身房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重量训练 对啊 对这个重量训练呢几乎是你除了自己家里面有办法弄一些大型的杠领那种标准奥林匹克 不然那种设施不然的话你真的只能在健身房做 可是为什么就一定要做呢 因为 肌耐力 对肌耐力 然后你刚才提到的你要如何维持身体的紧实度 一定要靠大重量去做训练 你单靠饮食其实没有办法 饮食只会让你瘦 但它不会让你紧 对这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平常在家里两大缺点 第一个是重量提到的 你们不可能准备那种东西在家里 所以你的强度拉不上去 对然后第二个是空间的问题 就是你的那个训练的方式项目会受限 对因为其实不像健身房 对这么完备 对或者是说你的确你想要做什么变换事啊 要什么来什么马上就可以增加上去 对其实真的第一个就是你的重量 再就是你的器材需要的一个空间 重量跟强度是一起的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这段时间闷坏了 是 的确 但是你要怎么在家继续保持居家健身的习惯 其实这个是观念上 大家先把体力给保持住 对你讲的很好 体力把它维持住是很重要 刚才一开始有讲到那个七小踏车 其实它我可以建议大家就大概一个礼拜抽个大概两天 然后你可以在人少的时候 比如说晚上 对小孩子睡觉了 然后你跟老公可以协调一下 一个人待在家里 一个人出去 出去顾 就一个顾小孩一个去骑脚踏车运动一下 对脚踏车至少洗个40分钟 我觉得OK啦 然后如果你是想要跑步 跑步不要那种很喘的跑 边跑就是有点像快走就好了 对大概走差不多也是40分钟 有点点间歇的那种训练就对了 对其实这样 其实这样子戴口罩是不会影响太大 没错 大家听清楚了吗 其实在现在这段时间 我们都希望能够把防线做好 然后尽快让疫情就是趋缓 那又不能偏废你运动的这一个区块 其实那有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 骑脚踏车 还有走路或者是小跑步 对对对 这两个其实你真的是可以运用 比如说你走路出去的时间 或者是去公司的路上 你可能不要骑摩车啊 或者是不要开车 你就是骑小踏车 对 远一点点的距离 然后把自己的心肺拉起来 真的运动很重要 而且运动的确是可以让你的一个心肺 然后hold住的一个方式 然后提升你的一个免疫力 对像那个新冠肺炎啊 其实它顾名思义就是影响肺 对 对所以你一定要做有氧 你不做的话 你的肺部的功能 它会下降的 对我们人体的每个器官 它是根据你的活的年限 就跟人一样会老啊 你器官也会老啊 所以你必须要活化它 你要常常使用它 它才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缓慢的去 应该说延缓老化 延缓老化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一定要运动的原因就在这边 你在做有氧的时候 你把空气很新鲜的 生物氧气 对把它吸到你的肺部来 让你的肺部的细胞能够去动 那这样子其实相对就是 增强免疫力的部分 OK 其实为什么今天我们要邀请到 就是Nail跟我们聊运动这个区块 因为它真的兼具很多的身份 就是又是职业妇女 然后又是妈妈 然后同时间 他又希望自己能够把运动 还有生活都过得很棒 所以他怎么样去把时间调配好 包括就是可能疫情前 可能大家还没有停班 或者是停课之前 或者是还没有在家上班的这段时间 他其实就已经调配得很好 有一个步调 但现在因为三级警戒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生活模式 被迫要调整 所以他其实也自己调整了 你听听就是在家 不然我们怎么会看到这么多的格西 对 这些格西还不是他最近买的哦 我必须跟大家讲 这是他一直都有在使用的 对 我疫情前就已经准备了 然后现在更加的把它拿来运用 对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到底买了哪些东西 而且是居家的一个健身好物 好 我先来讲一下 谭力奈 最近非常缺货 非常缺货 到处都买不到 还好我疫情前就已经有在使用的习惯 没错 那谭力奈其实分蛮多种的 我自己最常使用的是这种很长的 谭力 对 管已经算比较长了 对 对 是要谭 类似谭力环了 对 它大概就是差不多一米左右嘛 嗯 对 然后它的厚度不一样 所以可以根据 强度也不同 对 像这种的话就很适合拿来做硬举类的东西 OK 对 然后还可以 伸展 伸展也可以拿来用 嗯 对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把 然后左右手拿 然后手就是可以做旋转 旋转 对 身体做旋转 这个都是不错的 没错 那肌力训练的部分 这个还有个好处 是 就是谭力带 老人家 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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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好用的 可以选比较轻一点的 但是次数 做的次数增加 嗯 记忆耐力慢慢往上堆叠 对 那怎么使用呢 我们沃尔军部落格超多影片 还有YouTube 没错 对 都是也是我自己家里常做 那这个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 这个 美臀圈 对 美臀圈 大概一定有 对 这种很厚的 它就是 跨在脚上 做 那个 臀肌的训练 臀肌 对 女生 屁股 一定要维持一定的肌肉量 要要要 不能塌塌的 因为其实一穿牛仔裤 对 你就看得出来 就是你到底平常是有没有练 加上 哎 我跟你讲 很多的上班族 就是一直坐着 对 或者 不用讲上班族 我们现在每天 就是 放假时间 就是摊在沙发上 现在已经不是放假 连平日都在沙发上 对 所以记得 大家 大家要把姿势练好之外 对 训练也要把肌肉拉伸上来 对啊 像 你刚才提到上班族 还有 平常就在家里面 坐着的人 嗯 下半身真的都很肥大 不行 比例上来说的话 对 因为我看过好多女生都会 看起来上半身 就你瘦瘦的 就瘦瘦的 坐着吃饭的时候觉得 哎 还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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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起来不会胖啊 对 可是每个人都说自己好胖 然后第二个动作就开始 排自己的大腿两侧 对不对 没错 因为这个真的是骗不了人 对 所以一定要训练 对 那这种美臀圈啊 或者是你比较紧的 弹力带 对 可以把它拿来练大腿 然后练你的臀 这些 大家要锁定我们的 Wordjin的 所有的blog YouTube 对 还有我们的直播 其实都有教学很多的动作 大家可以拿出来回看 对 不是业配啊 我是真的有在做的 对 很好用 这个真的都 对 像胖短的啊 我还会拿来做 肩胛骨的训练 哦 对 就是 肩颈 肩颈 因为像我们常常看手机好了 或者是说 打电脑 头跟颈部都是 往下 乌龟颈 都是乌龟颈 对 其实这个体态是很不好看的 而且 也会影响免疫力啊 免疫力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在驼背 你的胸口是挤压的 对 所以你的肺的吸氧量是减少的 大家有听清楚了 对 所以其实你要适时的伸展 一定要伸展 或者是练你的阔背 这些都是有助力 你的背肌 对 背肌一定要 有力 对 它才能够去支撑你的身体 哇 都是黄纹相扣 黄纹相扣啊 其实身体只要有一个地方 不OK的话 就是 它会影响到整体的结构 所以你应该也有听过 就是 嗯 非必要的话 千万不要开刀 哦 有耶 对 物理治疗师 或者是我们的自己的这些教官教练 他们如果啊 知道你可能最近有一些不舒服 然后也许像我之前做那个拇指外翻手术 对 大部分的这些人都叫我不要做 因为他说你骨头如果有去动到的话 对 你的脚底 它就会影响一些细微的动作 那这些动作 脚嘛 再影响膝盖 膝盖就是臀部 臀部再就影响我们的脊椎 有可能因为是在受伤 然后复原期假设开刀了 对 其实会有身体失衡的状况 对 身体失衡 连带的影响 对 那你有时候还是非得去做这些治疗 那也没关系 我们就是要做身体的平衡 多功能训练 那弹力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因为它可以去分散一些你比较弱的力量 或者是说矫正你的一些知识 对 没错没错 那其他这两个是什么啊 好 这个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对 就是跟我一起运动过的人 应该知道 我非常喜欢健身房里面的cable机 没错 超爱 为什么 练划船啊 练那个三角尖啊 对没错没错 它什么都可以练 甚至硬举也可以 但是硬举还是要有那个使命师那种杠才好 对 那其他运动几乎都是可以用大型的那种机械式的cable机做成 然后我就在想说 在家也要有cable机就对了 到底要怎么样才会有 我就找我就在网路上找这个 滑轮吗 它是弹力 它是弹力绳 这个可能以前的人就有看过 就是它左右尾端是有把手的 嗯 所以这个把手啊 它会让你比较好去握住弹力绳 那比较不会滑掉 那这个要勾在哪里啊 好 这个呢 我那时候买一整组的时候 它会附一个小圈圈一个扣环 对 然后呢 你就是把弹力绳穿过扣环之后 那个上面的小扣扣 你就是把它夹在门上 用门 固定式的门 固定式的门 对 这边特别强调 一定要用铁做的门 千万不要家里木门 对 你一定会把家里木门拆了 千万要注意 对对对 没错没错 然后它这个一组的话 就有五种磅束 所以你可以全部放在一起的话 应该将近有五十公斤的一个力道 那你要练背的话 其实还蛮足够的 妈呀 你今天介绍的这些东西 看来又要缺货了 这个吗 对啊 但是大家不要冲动 因为呢 健身房就要开了 对 第一个健身房就要开了 第二个是 前面那两种 我们教练课现在就有送了 哦 对 没错没错 对那 教练课部分的话 多一个指导 其实你会比较知道说 怎么样子去操作 你手边可以运用的器材 对对 一定要先自己学会 然后你再去买 或者是有人教 不要贸然的说 哦 那个人也有 我就一定要买 你受伤了 你下次死都不会再做了 真的真的 对 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聊到说 在家也要运动 其实有一个研究提到 CNN 他们在近期有一个发表 就有提到说 很多人如果8到12个礼拜 没有运动你的肌肉 完全会就是退化 而且是大幅的退化 而且肌耐力是会影响你的 包括老化的速度 会 然后再来当然就是 体重的改变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如何养成吃不胖的体质 其实就是让你的肌肉量 能够提高 那这样子你的代谢率 基础代谢才会增加 所以其实 为什么我们要提倡说 现在即便是防疫期 然后你没有办法出门 或者是说 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移动 可是在家 其实有很多的一个运动 是可以来做的 你看像这个弹力带 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子 家里也能够有小型的cable机 只要你想动 我告诉你 真的没有人可以挡得了你 但运动是一个 饮食也是一个 身为妈妈 我必须先问一下 你的运动年龄 是从几 就是大概多久 大学研究所 或者是说你开始 就是工作之后 你才发现运动其实是 真正的与时间逆行 好 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 大部分的人 觉得要运动是从什么时候 大部分的人 变胖的时候 对 没错 就是大部分的人会遇到的状况 我现在变胖了 我才开始想说 我要怎么运动 然后杂志宜告诉你说 每天做十分钟你就瘦 不要相信 其实就是 刚才小白讲的 你就是一定要 饮食跟运动 这两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是加在一起哦 对 可是我什么时候开始运动 我从大学开始 可是我大学非常非常的瘦 基础代谢率高啊 年轻啊 对 但是 你基础代谢率高 你会想要去运动 来增加代谢率吗 不会 不会对不对 不会 尽量吃嘛 对 真的 对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是 倚靠的就是基础代谢率高 然后就想说 反正我怎么吃也是吃不胖 但其实这个观念是不行 我们更要趁年轻的时候 把习惯先养成 把你的这个体质先hold住 对 刚才提到就是那时候 我觉得自己很瘦 对 然后我的确也吃不胖 饮食也没有特别控制 就是想要吃炸鸡配奶茶 就这样一餐都OK 可是有一天 就是我在穿衣服的时候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算注重外表的人 对 因为我 你觉得爱漂亮是很真诚的 对 我觉得爱漂亮不是在于说 你一定要化妆多厉害 不是一定要拿名牌包 或者是要穿多好衣服 最重要是一个自信 整体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发现 我穿牛仔裤好可怕 为什么你不就是那时候瘦吧 可是你的侧面是像纸片人 我蛮高的 我大概167 对 我那时候最轻的时候大概46 我很瘦哦 对 比例上是称的是瘦 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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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这个是上镜头是看起来很瘦 看起来刚刚好 可是你看到本人是真的觉得很瘦 就是很像一颗棒棒床穿 这头大大的 身体小小的 对其实那时候也发现 并不会比较有自信 对啊 因为你穿牛仔裤 你后面是很浪的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牛仔裤就是很会掉 你这样讲 等一下会有人就是说 哎呦都已经这么瘦了 可是我必须要说 接下来Nail要讲的 是要给大家一个更好的观念 审美的观念的转换 审美观念 第一个你瘦 但你要瘦得健康 他当时也是瘦得健康 因为年轻嘛 那但是他发现 自己这样子扁平没有曲线 其实是不OK的 其实还是要再进化 对 然后体力不好 很明显 那时候体力是不好的 走个楼梯走一个楼层 船 超船 你觉得自己好像老人耶 怎么会这样子 不是 瘦瘦的应该就是 做任何的运动 或者是走路 应该更轻巧啊 轻巧是可能你在做动作轻巧 但是你的肺 没有经过训练 你平常就是 小口的呼吸 看着电视 它其实你肺功能是没有做到一个 比较常态性的 去大口的吸 所以你如果要做比较长时间一点点的运动 船都不行 所以是你看到了什么样子的model 除了说你发现自己太纸片了 其实shape不好 那再来是有没有看到了哪一个 比如说明星啊 或者是谁 让你觉得 它瘦归瘦 但它瘦得好漂亮 我很喜欢那个Gelgato 神力女超人 没错 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现 也不要讲现代女性 一个健康女性的代表 而且它还就是整个练的是非常紧实 你要想它又生产 就是生了两个 然后 但它都是保持的 它好像现在好像剩第三个了 对 就是整个人都是保持的瘦 但是又有线条 对 有肉的地方有肉 然后该紧的地方也是紧实 对 就是紧 还有那时候我自己瘦归瘦 对 可是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穿内衣的时候 你再怎么样背就是有勒痕 挤出那种肉的那种勒痕 对 你就觉得很奇怪 我已经这么瘦了 怎么还是会这样 对 因为体脂高 泡芙人 泡芙 标准的泡芙 所以那时候 我念那学的时候 你就开始跑步吗 对 我那时候先做有氧 因为想要降体脂 对 那时候还没有学会 任何的重量训练 因为 我那个年代 重量训练没那么流行 所以先从心肺开始训练 对 我单一的觉得说 我要运动就好 所以就是选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跑步机 那我大概两天 会去跑一个小时 那很有毅力 两天就跑一次 可是那时候也有朋友跟我 就是同学 他会说你这样子不会有萝卜腿吗 拉筋啊 其实运动后的拉筋很重要 没有错 而且你如果体脂有降低 你就算小腿有一些肌肉 它看起来是细的 最可怕的就是 有肌肉外面又包着脂肪 所以不行 不行 继续两天跑一次 继续跑 然后后来是出了社会之后 嗯 开始工作 我的 那个 处女健身房 就是Ward Gym 哦 所以你是自己 踏进去健身房 对 我自己踏进去的 哇 可是那时候也没有重量训练的观念 我是从做瑜伽开始 因为我那时候得到 那时候得到大部分的资序 大概都是 比如说瑜伽 它可以做一些肌耐力 对 的一些支撑啊 或者是训练 没错 所以那时候我都是 从入门开始 对 就从入门 然后慢慢的 就是比较难的 什么因瑜伽 哦 就是那种比较强度 你的核心啊 那些的 其实都是 不同部位的训练 对 那一直接触到重量训练 是因为 认识了教练 OK 对 教练算是 把我带引进门 所以其实 你的历程 就是从心肺 到瑜伽 对 然后再到重训 对 没有错 一直到现在 你其实 等于说 这三个范畴 你都是有涉略 而且应该是说 其实都是很熟练的 如果是瑜伽部分的话 现在比较少 现在大概是重量训练 占70% 对 因为 你会发现 做重量训练以后 你的体重 虽然增加了 但是你走在路上 不会有人问你几公斤吧 就是因为你脂肺 整个就是紧实 对 你就是紧 所以我在外面 譬如说试穿衣服 买衣服啊 大家还是第一个 看到我就说 你好瘦 我就说其实我不瘦 其实我不太喜欢人家 用瘦来形容 我喜欢人家看到我 就说我好紧 真的 对 然后还有下一句 就会说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你原本年龄的样子 我超喜欢别人这样讲的 一定要 我必须说 就是我们在Neil身上 你看 他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培养自己的习惯 然后养成习惯 然后爱上这个习惯 然后你看看 当有人跟你讲说 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 还要年轻的时候 那真的是一个成就感 代表说你每次的经营 每次的汗水付出 都是有代价的 对啊 而且这种事情会上瘾 这跟运动脑内飞是有关系的 没错 会开心 因为运动真的会让你开心 不过你自己这样子的经历 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有看到 就是你的改变 体态嘛 不管是以前 maybe大学同学 或者是刚出社会的人 因为你看你的历程 哇 运动了这么多年 那你的朋友在这期间 可能没运动的人 应该也都被你改变了吧 没运动的 如果有在跟我比较常联络的 或是因为我Facebook 也常常在分享一些运动 对 不见得 这里面不是教 但是我会让大家知道说 我做什么运动 其实是会感染的 嗯 而且像有一些 甚至是不认识的网友 会私底下问说 要做什么样运动 才能够 譬如说屁股变得比较翘一点点 或肚子的肉可以少一点 哦 对 会有网友问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会让我蛮开心的 因为可以影响一般的人 虽然说我们现在说健身风气 很兴盛 很兴盛 但是我觉得错误般念的人还是蛮多的 嗯 对 真的 女生一听到重量训练 画跟那个金刚八笔 或者是你会变很壮 always 画上笨号 其实这个大家必须要去修正 因为那个真的是你要练到肌肥大的状况 对 一般的一个规律的训练 或者是你没有要特别去比健美啊 对 这一类的话其实你不会练到这个程度 不可能 你们对 就是如果有看到我本人就知道 我看起来 如果跟人家讲说我没运动 也有人会相信啊 因为我就不是金刚八笔 我已经这么常运动 我就是不像啊 因为我没有去吃一些 会让肌肉就是看起来特别大的 对 而且那个重量的挑选 强度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强 没错 所以其实大家记得 因为像那种他自己是个妈妈 是个上班族 但是他在保持他的运动 习惯的这件事 还有就是调整他的强度这件事 其实他完全就是以健康导向 再来就是以体态 让自己看起来是紧实 而且看不出年龄为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 所以你有没有在运动呢 妈妈们到底有没有在运动 你周围的妈妈们 大概目前比例 那五个里面真的有在运动的最多就是两个 最多 差不多 然后如果说到重量的话 就大概1.5个 为什么会0.5 因为可能大家偶尔做一下 那完全不做了还是占大部分 一半啦 大部分我们周围 以我自己周围的朋友来讲的话 其实也大概就是一半 然后规律运动 我说的就是规律运动 就是可能一个礼拜至少运动两次的这一类型 但是你可以发现 时间一拉长 有运动跟没有运动的人 马上就比较出高下 胖瘦当然是一件事 但是你整体的一个体态 这个就是素质啦 这个是素质 对 那个参加同学会啊 对 然后过年聚会啊 大家亲戚全部这样坐一排坐一桌 对 就开始默默心里面比较说 哎呦怎么最近觉得这个人变老了 真的 你不要说你不会哦 每个人都会 然后男生心里面想什么 男生 我们说中年男子的羞耻心 是放在事业 对身材可能比较没有要求那么高 不会 我告诉你还是会 对 但是 他们也会默默的比较 哎 你老婆跟我老婆怎么差这么多 啊他 等一下会被 会被走 但是必须要说 是啊 就是真的 一定会 每个人心态上 对 其实难免 还是会有一点点 哎 魔鬼一下 就是 对啊 嗯 你怎么 他怎么练的这样子 他老婆练的不错 那你怎么也不练一下 对啊 我最近遇到 遇到的一个案例 我觉得这个观念蛮好的 嗯 就是 呃 有一个爸爸 他就是有在运动 对 然后 他也劝他老婆去 对 可是他老婆就是 我们讲的一般的 比较没有去想到 要做重量训练这一种 是 那当然 他脚的 他脚健 他有去健 他脚健身房的钱 他可能是有养他 也没有 他说他一个月只去了一次 然后他老公就跟他说 老婆啊 我没有要你要练的什么凹凸有志 我只要求一件事情 对 因为他老婆很瘦很瘦 他说我只希望你可以陪我久一点 哦 然后小孩子现在还不够大 对 我们有很多 因为他们两个都超喜欢去欧洲的 对 他说我希望有一天 要有体力 要对 体力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出去 对 对 因为他老公有在做重量训练 所以他知道肌肉是有多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不管有没有出国或怎么样 其实就算走楼梯也是需要积耐力 对 然后还有背东西啊 那有的人会说 我就是参加那个什么旅行团就好 光是坐飞机你体力不好 我跟你保证 你那个心情就差很多了 真的真的 要保养要保养 因为现在不只要 我所谓的炫富 人家说现在最时髦的炫富是什么 夫妻夫妇之间的富 就是炫耀你的老婆有多正点 这个正点就是代表他体态好 体力好 而且就是 整个人就是荣光焕发 对啊 就是要这样子才对 你要让你老公多赚一点钱 老公的体力要好 当然哪有钱去 哪有时间去赚钱 没错 然后再来是你赚的钱 你到底要花在哪里 买医药费吗 还是场 对啊 保险啊什么的 所以妈妈们真的不要觉得说 你好像不运动 没关系 或者是觉得说 因为真的有些女生 天生就是瘦瘦的 但也不要因此而觉得说 我就瘦瘦了就好 不行 我们这一集就是要告诉大家 运动的好处 而且它不仅让你的体态好 心情啊 真的心情会有差 特别是趁着这段期间 我必须讲 刚刚那有提到我们有Word Dream Blog 有很多的一个素材 那当我们直播的平台 我们脸书的平台 都有给大家很多在家运动 从现在开始好不好 不要再等 就是从现在开始 给自己训练的一个契机 我觉得开始运动这件事情 妈妈们 家长们 在家里 用这个方式 其实会让自己 整个人 哇 里外都提升 是不是 是 真的 对 好啦 这些东西我们不劝败啦 但是一定要劝的就是 赶快动起来好不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时尚妈咪 Nail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运动经验 从大学就开始运动了 你呢 从现在开始 好不好 我们谢谢Nail 谢谢大家 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Podcast频道 同时追踪我们的脸书 IG YouTube 最新最棒的内容 等你哦